一个人的绰号有时候比名字更能代表自己 更有甚者人们只知道他的绰号却不知道名字 人们时常能从一个人的绰号中 窥探到他的一些性格特点 演员陈迪克有个与众不同的绰号中国杀人王 这并不是代表着他喜欢杀戮 而是因为他在港剧中国杀人王中表现出色 精湛的演技让人们印象深刻 因而得到了中国杀人王的绰号 他一辈子制作过一次主角 一代龙虎武师坚持作配 拍了几百部影视剧 却始终甩不掉中国杀人王的称号 他就是陈迪克 提到陈迪克这个名字 估计我们大部分人脑海里对这个人是空白的 不过如果拿出来一张图片给大家看 一定会想起来他是某个电影里的某位 他并不是一个长相帅气的演员 但是看过香港电影的可以认出来他的 他不仅叫陈迪克 他曾经还有一个名字 叫陈君荣 这两个名字一个散发 英气一个玉树临风 他并不是多么出名的香港演员 许多人说陈迪克从青年到现在 没有帅气过 可能这就是没有走红的原因吧 但是他的经历又显为人知 陈迪克对于武术很是痴迷 一次陈迪克偶然得知那时在在剧组作武师月薪较高 既可以从事自己喜欢的职业 又可以拿到可观的收入 陈迪克非常清楚自己的长相 所以并没有朝大主角的方向去发展 当时在香港 游郎种班非常流行 一种是议员培训班 另一种是武训班 这是多少人挤破头也要挤进去的地方 陈迪克凭借着自己的本事 进入了武训班 在这个班里 陈迪克非常勤奋地练习 做起了龙虎之师 可以说是非常优秀了 在做武师的同时 陈迪克细心观察了演员们是如何演戏的 久而久之自己也学到了很多演戏的技巧 时不时地客串所表现出来的演技 让不少工作人员很是佩服 因此在导演需要一个身手了得的演员时 陈迪克几乎是导演考虑的第一位 从那个班毕业之后 他就开始面试一些公司 面试成功后 他进入了邵氏公司 进入公司后 自己并没有什么经验 也没有什么演戏技巧 一直默默无闻做着本分工作 从那以后 他总跟在了一名导演身边 在导演身边总会有很多好处 因此他也收获了不少 偶尔我们能在这个导演的电影里 看见他的身影 他也经常在剧组里跑跑龙套 有十路各面 虽然都是一些小角色 但是他并没有什么怨言 在这个行当兢兢业业 勤勤恳恳 作为龙虎之师 在这个期间 他虽没有大红大紫 但是也有一些拿得出手的作品 早年 他比较偏爱武侠电影 虽然看不见他作为侠客仗剑的身影 但也能一睹他极恶如仇的豪情 除了武侠片 他涉猎的电影范围特别广 还有家庭剧 喜剧等一些现实题材的作品 我们无法用是否担任主角来判定一个人的演技 因为在这背后我们看不见的东西有很多 在娱乐圈已经摸爬滚打了多年 陈迪克依旧没有主角的光环 一直在做配角 做配角的他 数十年如一日地打磨自己的演技 他的演技有时比主角还要精湛 命运终于向他伸出了橄榄枝 他迎来了自己的舞台 他获得了一次当主角的机会 在七十年代拍摄了一部电视剧《中国杀人王》 在这部剧里 陈迪克是男主角 因为演技过于高超 这个杀人王的形象曾是多少人的噩梦 他也因此被称为《中国杀人王》 从那个时候到今天 都没有人超越这个称号 可以见他的演技多么的令人甘败下风 他自己也没想到 那一次男主角的机会 也是自己这一生演戏中 唯一当男主角的机会 当时这部剧可谓是红遍大江南北 在自己的高光时刻 陈迪克还是毫不犹豫地决定 以后只担任配角 陈迪克的可塑性极强 当他露出凶狠的表情时 眼神中的灵力让人有些发怵 因而经常受邀出演一些黑帮角色 无论是以和为贵中心机深沉的黑帮老大 还是人心解码中心狠手辣的罗九 陈迪克将每一个黑帮分子都饰演得唯妙唯笑 他也因此有了TVB黑帮王的称号 陈迪克饰演此类角色多了之后 身上不经意间就会露出一些黑帮分子的狠力 经常将家里人吓得不轻 在加入电视台工作之前 陈迪克的父亲向他做园丁 然而他无意向这方面发展 1967年至1968年左右 家人替他找武术师傅收他为徒 此举影响了他在这两年间 加入邵氏电影公司当武师的想法 当年他在片场遇见刘家良 刘氏询问他当武师的意愿 陈迪克从刘氏口中得知武师 在该年代的月薪可以高达75元 加上又被他认为样子醒目 所以在16至17岁之后的时间 都跟随刘家班 以及另一位本地著名班主唐家工作 因为这个缘由 他也被大家称为甘草级别的演员 在1990年之后 他就不再把工作重心放到娱乐圈里了 只是偶尔有剧组需要的时候出现一下 之后他便转型了 成为了一名快乐自由的低势司机 这也成为了他主要的经济来源 随着自己的年龄越来越大 司机的行业也没有什么安全保障 每天出体力 身体支撑不了 车子开不动了 他又不想在家里闲着 总想干点活来维持生活 于是 年迈的他回归到自己最初开始的地方 回到了邵氏公司 接着开始做一些配角 在一个又一个剧组里跑起了龙套 在一个又一个剧集中扮演微不足道的小角色 有的时候整部剧只有一个镜头 这样的他任劳任怨 没有任何怨言 甘愿当一个不起眼的配角 为艺术作品做贡献 回忆他这一路旅程 也有过无比耀眼的辉煌 还曾经三次饰演杀通天 在拍这部戏的时候 他跟翁美玲合作 二人之间还有一层亲密的关系 就是兄妹 因为自身本来就会武功 所以作为一名演员在演戏的时候 他经常是真功夫出镜 有的时候他还可以在片场 指导一下别人的武术动作 给整个剧组带来不少的便利 他跟翁美玲在一部戏中 有一场对手戏 当时正值寒冷的冬季 水温很低 拍摄中有很多困难 作为新人的翁美玲也十分不容易 不顾身体一直泡在冷水里 陈迪克对这个新人也十分照顾 每次一有翁美玲的戏 他就站在旁边 如果是打戏 就会一直等到他拍完再离开 确保他的安全 这样如长兄般的照顾 让翁美玲十分感动 后来就直接任陈迪克当谢哥了 二人的兄妹情谊就这样结下了 后来在工作中 二人经常互相探班 互相帮助 事业上的扶持 也让作为新人的翁美玲 迅速在娱乐圈站稳脚跟 闯出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 从这就能看出来 陈迪克为人十分仗义 所以他拍的戏 经常会有很多人愿意来捧场 当片场少演员的时候 陈迪克一个电话 就能喊来几十位武行兄弟来帮忙 连公司的高管都感叹说 能做到陈迪克这样的实属不多 以此来表示对他的感谢 如今老了车子开不动了 但是老人家又闲不住 于是再次回到老东家的怀抱中 依然在一步有一步的剧集中 出演微不足道的小角色 虽然如此确认劳任院 最近看到消息 陈迪克加入了少士老年艺人俱乐部 里面的会员全部都是那些 当年我们熟悉的老面孔 这些七老八十的老爷爷们 虽然都主上了拐杖 但是还是不是在TVB的作品中 客串一把 所以我们依旧能看到他们的身影 祝愿这位得意双心的爷爷身体健康 生活幸福